我们知道已经进入到耶稣受难月 在四月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我们要纪念主 那第二礼拜我们是复活的主日我们要受洗 有很多地方的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 那么现在早上主日学我看到很多人来参加 而且受洗班人也特别多 我们今天冰场的母亲她因为她要回国 她可能来不及参加我们四月复活节的受洗 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她受洗 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我们给她受洗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 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 我们来看这十节的经文 马太福音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说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是对上帝的最大的顺服 最大顺服 他顺服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 应许他来到世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所以他必须完成向十架的道路 我们知道耶稣的十字架完成了救恩 那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顺服 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 他有一段他心里面极大的一个征战 我们说主耶稣有征战吗 主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在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 他有人的一切的性情 他有没有忧伤 他有忧伤 他有没有气愤 他有气愤 他有没有饥饿 他有饥饿 他有没有困倦 他有困倦 所以他也有征战 在这个征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是靠着什么得胜的 是靠着祷告得胜的 是靠着上帝的旨意得胜的 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 在我们纪念主耶稣 要为我们受难走向各个他的时候 我们尤其要思想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表现耶稣基督最大的顺服 他也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效法他的顺服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说 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科西玛尼 就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我要到那边去祷告 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儿子一起去 西比泰两儿子是谁啊 彼得是雅各和约翰 那么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去祷告了 那么耶稣对他们说 他带领彼得和一起去心里就忧愁难过 他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啊痛苦的快要死了 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 他稍往前走 把脸浮浮在地上 祷告说 我的父啊可能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是照你的意思 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祷告 他说如果可能 主你若许可 求你将这杯挪开 让我不饮这个杯 这个杯是什么 这个杯是苦难 这个杯是施加 这个杯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受死了 他定在施加作为肉身来说 他对这件事情他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所以每个人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都有两种征战 一种是自己的意思 一种是上帝的意思 那如果你自己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 能够迈述在一起 那最好 那你就一定是得胜的 一定是得胜的 如果你自己的意思跟上帝是完全不同 那一定是失败的 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 他第一次说 父啊 如果你若许可 求你将这个杯撤去 这是上帝的一个预定 耶稣走向十字架 完成上帝对人类的拯救 这是上帝永恒旨意中最重要的一个旨意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一天走上十字架 没有一个人来到世界的时候 我来了就要死的 耶稣来了就是为了我们死的 这是他的唯一的一个目的 可是在要上去之前 耶稣的肉体 他弹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他这个杯很痛苦的 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开玩笑的 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痛苦的 是一个羞辱的痛苦的记号 当你钉在十字架上 你的钉子 从你三颗钉子 一个手心一个 或者钉在手腕上 一个 然后两个脚并在一起 一个钉子 这三颗钉子支撑着人的身体 如果你瘦还可以 那你胖就更痛苦 我告诉你 你瘦胖都是一样的 当然 因为你很重 你就不断地要 不断地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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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能够保持你身体一个平衡 可是那个是非常非常疼痛的 这个酷刑 在古代的罗马 他是不给罗马人的 他只给他殖民地里的国家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犹太帝是罗马统治的殖民地 所以就在那个在定的时候 耶稣 他想到了这个 他就求主 他说主啊 如果你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我想他是那么意思 上帝 如果有其他方法 我不上十架能完成 不更好吗 但是主啊 求你 让我能够按照你的意思 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 学习最重要的一功课 我们家庭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祷告说 主啊 求你按照你的意思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如果我们的丈夫说 主啊 这个事情 我跟妻子发生矛盾 主啊 按照你的意思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你是不是有些不同啊 如果妻子说 如果跟丈夫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是主啊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也不要按照我丈夫意思 也不要按照 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主按照你的意思 那我们很多问题 不就是解决了吗 我们今天人类的问题 就是因为不顺服 我们不懂得按照主的意思 这个不顺服 这个骄傲 引起了世界很多的问题 不管是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家庭之间的纷争 民族之间的残杀 都是因着脚 因着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意思 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特别的奇妙 主耶稣讲了多少次 说不要按照你的意思 按照我的意思 三次啊 好像耶稣基督的祷告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祷告伏皮疗草 我们就说主就是听了的 我们就可以了 说主啊 我把我的妻子交给你了 求你来管教 以后就不管了 行了 一次祷告不行的 你知道吗 把我的账户交给你 求你重新塑造一个 还给我个好的 我们都是那么想的 结果我们发现还是不行 耶稣这件事情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祷告三次 你接着往下看 你看他祷告 他的门徒干嘛 他门徒睡觉了 耶稣回到门徒那里 他第一次祷告说 求着照你的意思 结果回到门徒 发现门徒都睡着了 他就对彼得说 你们连一个小时 都不能同我警醒吗 新一本发誉说 河本发誉成片刻 这个新一本发誉说 一个小时你都不能警醒吗 你们应当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的心里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热的 所以四十二节 他再次走开 又祷告说 我的父啊 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 一定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第二次的祷告 看到没有 第二次 耶稣又求主来 兼顾他 求天父来兼顾他 第二次祷告 然后他又回到了 他的门徒那里的时候 他的门徒还是睡着着 因为他们实为疲倦 疲倦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祷告会不愿意参加 是因为我们下来玩疲倦 有的时候我们主日崇拜 辞到了 是因为礼拜六我们玩的太晚疲倦 疲倦 常常是被撒旦魔鬼利用 成为你亲近主的一个障碍 其实一个喜欢跟主亲近人不会疲倦 他觉得他一天之中最喜乐的一段时间是与主同在的时间 那个是得力的时间 那是得到力量的时间 那个不是疲倦的 当你说你聚会 你祷告 你参加一切的活动 教会的活动 你都疲倦了 那你属灵的生命已经有问题了 那就说明你的属灵生命跟主的关系有问题了 跟主的关系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疲倦 今天我们有一个句话叫忙 忙忙忙 对不对 我们就是everything忙 very very busy 你一打电话就说 busy I'm busy 工作 busy 家庭 busy 孩子 busy 一切都 busy 然后我们就忘了我们一种亲近的时间 忘了祷告的时间 请问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祷告 你有三次吗 耶稣基督是三次这一天 他就三次来求主 如果你遇到一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一次祷告就结束了 你就不断的来求问 不断的求问 不断的来祷告 所以保罗说你要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不住的祷告 当你遇到一件事情 你祷告说 你看我祷告主也不随听 你就祷告那一次 对不对 主要你在祷告中经历你的信心 当你的信心达到了 主就一定随听 当你信心不达到 主给你也是白给 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又非常注意 然后你看 这门徒们又睡着了疲倦 那么耶稣看到他们疲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 第三次去祷告 第三次了 他说同样的话 耶稣祷告说同样的话 他说 你们还在休息吗 第三次去祷告说了同样的话 这个同样的话就是 父啊 如果你许可 求你将被撤去 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那是要按照你的意思 然后他又回到门徒那里 门徒们还是在睡觉 那耶稣开始对门徒说了一段话 他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 看呐 时候到了 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出卖我的人 来了 所以当我 最近我一直在读这个26章 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是内容太丰富了 在整个的福音书中 我认为马太福音第26章 是最丰富的一章 他谈的问题很多 你就看到26章一开始 那些犹太人就商议怎么杀耶稣 然后呢 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的 用香膏来告耶稣 然后犹大就说 那三十两银子你送给穷人 帮助穷人多好啊 为什么要买这个香膏来告你呢 耶稣说 这是他为了我要上十字架 为了我做的 所以将来传扬福音的时候 人们都要述说 这个女人所做的 所以今天这个女人在历史上特别出名 对不对 玛利亚 因为她把最好的 给了耶稣基督 最好的耶稣基督 那么然后呢 又讲到犹大出卖耶稣 为了三十两银子 也是三十两银子的争执 犹大那个时候就说 可能犹大我觉得 那个时候一个撒旦魔鬼的 进入他的轨迹 就是因为犹大在那时想 跟耶稣辩论这个三十两银子 用处的问题 耶稣没有听他的 他就不高兴了 就那一个意念 撒旦的意念 进入他脑海中 他用三十两银子 把耶稣出卖了 出卖的是跟香膏的钱 是一样的 这个不是巧合 然后就是最后的晚餐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 跟他们吃最后的晚餐 耶稣在那里 应许了饼和杯 圣餐 圣餐 饼和杯 告诉我们 然后就是 这个预言 彼得三次不信主 不认识主 然后呢 才是科西玛尼园的祷告 然后耶稣就被捕了 然后就在大祭司审问耶稣 然后呢 彼得真的就三次不认识主 你看整个的二十六章 弟兄姊妹回去好好读二十六章 尤其最近这几个礼拜 从四月份开始 我们 其实三月中旬 我们就进入到受难月了 一直到四月 这一个月 我们要跟着耶稣的教宗 一直到各个他 一直到十字架前面 我们看耶稣如何行 耶稣如何说 如何说 耶稣对我们说了什么 这段经文对我特别的感动 一个极大的感动 我觉得这个感动 我就觉得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 他这个祷告 弟兄姊妹 这个祷告 他讲的核心 这个祷告所表现的核心 就是顺服 顺服 人顺服是人类最难的一件事情 是人最难学的一个功课 我们常常说顺服神很容易 可是顺服人我们就很难 我们如何来顺服人 如何来顺服神 而且顺服也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 我们东北有句话说 这个孩子真听话 这句话你们听过没有 中国人是不是也常常讲 是这个人听话 听话不是说他会听话 是说他顺服 他听了话他就去做 这是听话的孩子 不是说lesson 是去行 他听了他就照你的意思做 就赞同你的观点 这个父母喜欢这个孩子 对不对 那我的小时候最不听话的 我小时候我一说 我爸就说 你可去降总 这不听话 这就不顺服 这不顺服不怪我 这不怪我 这是从亚当来的 你知道吗 是我们从祖先来的 这我们都可以推推 我们先推 我们先推到清朝 再推到唐朝 再往前推 我们推到亚当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确实 这个罪因为一人进入世界 这个不顺服 因为亚当一人进入世界 整个人类都受影响 所以人人都犯了罪 亏求了神的荣耀 这是对的 有一个小故事说 这个故事是个预言了 不是真实的 不要把它当真实的听 有一天耶稣 他训练这个门徒们爬山 耶稣有时候也训练门徒们 因为传福音嘛 总是腿脚又有力量 说咱们去爬山 爬哪个山呢 爬黑门山 黑门山很高的 你们去过没有 爬过黑门山没有 没有 以后有机会去 这个耶路撒冷去看一看 爬过黑门山 耶稣要求爬黑门山 不是徒手爬 每个人还要带两块石头 耶稣说带大的最好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当然 爬山开玩笑 还带石头 他们里边谁长得最壮啊 彼得嘛 打鱼都嘛 彼得拿两块大石头 一边抱一个 跟着耶稣就往山上爬 爬 那么爬 别人拿的都是棕石头 因为差不多 犹大刚开始拿两块大石头 不行 这是吃亏嘛 就放下了 然后又换两块棕石头 后来又放下了 拿两块小石头 像乒乓球那么大 踩兜里了 就跟着爬山 爬到山上 大家都爬累了 中午吃午饭 耶稣说我们谢饭祷告 犹大说 饭在哪里呢 耶稣说 祷告完就有了 当祷告完 他们手里的石头 变成了面包 彼得拿大面包 哐哐吃 还剩开 分给别人一个面包 犹大掏出两个小乒乓球 面包 吃不饱 这个意思就是说 顺服 可能你眼睛看不见 你眼睛看不见顺服的好处 可是神的话 如果你顺服了 未来你会看见 那个更大的好处 你们因为神的旨意 永远高过你 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希伯来文的顺服的意思是 倾听 所以撒末尔 你看 当上帝一讲话说 撒末尔在哪里 撒末尔说 我在这里 亚伯拉罕 神一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 我在这里 主你说 我倾听 让我做什么 对不对 这很重要 这个不顺服的人 当上帝说 你在哪里的时候 亚当怎么说 当亚当犯了罪 上帝说 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 回答什么了 你们读圣经 来我们看创世纪 啥都没说 跑了 你知道吗 他没说我在这里 他不敢说我在这里 因为他那时候赤身露体 他知道他犯罪了 他不能见上帝 所以你看顺服啊 这个不顺服 真的就是从亚当来的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亚当 这个还是怪魔鬼 魔鬼 你看在创世纪第三章 讲到第一个不顺服的例子 但人类这个不顺服 是从哪里来 耶华神在造野地的活物中 蛇是最狡猾的 这个蛇是最狡猾的 这个前两天我打蛇了 你不要讲了 是不是不让我讲 我们遇到一个大蛇 比我两个还长 教会砍伤了 跑了 所以我见到他 我就想到撒旦 他不要迷惑我 你知道吗 他在我家还扭动着 表演很美丽的样子 我就给他一铁锹 你知道吗 当时找林兴通 没打通电话 打通电话 他吃我就打死他了 后来我就打跑了 算了 这个蛇你知道 他非常的狡猾 非常狡猾 他开始引诱这个女人 让他吃那个树上的果子 让他吃树上的果子 他引诱那女人 他第一句话 他怎么说 第一句话 他上帝真的说 上帝说就是说了嘛 为什么要真说假说 那他说这个上帝下巴说 上帝说了 这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的 他就说上帝真的说了吗 不可以吃吗 他第一个是疑问 他让你对上帝的话产生疑问 这个就是撒旦最大的诡计 上帝的话是信实的 上帝的什么叫信实 信实就是说话算话的 一句是一句的 像雨落在地上不返回的 人的话那说完就会缩回去的 你说今天你找我借钱 我借过 我说没问题 第二天回去跟老B商量 是不行了 你知道吗 这个还是正常的 还有其他事咱就不说了 多了 人的话是说完就会缩回来的 上帝的话是陡然不反 不陡然返回的 可是魔鬼 他告诉这个女人说 神其实真的说了吗 你是不是记错了 神没那么说 那个女人就家中口 就说神真的说了 神不仅说不可以吃 神还不可以摸 他就添油加醋 上帝没说不可以摸 上帝说了没有 不可以摸了吗 上帝只说不可以吃 他说不行不可以吃 有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的话 这添油加醋 也永远被魔鬼利用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不能跑到 上帝前面去 上帝的话就是这样说 我们就这样执行 那么这时候 他第一个 他引起这个女人的怀疑 对上帝的话 他质疑上帝的话 第二句话 他故意的使你去反驳 和反对神所说的话 蛇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有自己的主张 他认为蛇说如果你吃了 你可以跟上帝一样的聪明 你的聪明表现在哪里呢 你可以判断善和恶 其实这个世界的恶和善 不是人能判断 人能判断善恶吗 你所处的环境 你今天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从政的 你的善恶 你就绝对不是按照你的良心 去去评判的 你是按照这个环境驱使的 如果你是个经商的 你绝对不是按照这个良心 你是按照这个商业的发展环境 来驱使你的对和错 你用赚钱还是赔钱来衡量 对还错 人不能够判断善恶 唯有神能判断 所以当亚当 当夏娃在这时候上当的时候 他吃了 他就真的眼睛就亮了 他就能够判断善恶 他确实能够判断善恶 所以那个时候 人的自由意志达到了最高的 他可以向神提出反叛 我可以不认识神 我可以不信靠神 我可以不把你当作神 我可以不见你的面 所以亚当就不见上帝的面 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 他又不像萨尔摩说我在这里 不像以赛亚说仆人在这里 也不会像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 他没有的 他跑了 他不敢见神的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 罪恶就因着撒旦的引诱 进入了世界 不顺服 悖逆 都是因着撒旦的引诱 进入世界 所以我那天 我的神学院的老师 发给我们一个email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挺有挺好笑的 他是在美国的那个 报纸上翻译过来 我们看了绝对好笑 我给你们读一遍 不要对号入座 千万不要对号 先把消极这儿给你们打了 他这么说的 他说你听过撒旦有登山保训吗 耶稣基督最著名的教导 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登山保训 对不对 那么撒旦有吗 他说有 他是这么实现的 第一个困倦与忙碌 不去教会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撒旦的这个登山保训 困倦的忙碌的 不去教会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 因为你不去教会 你在世界上四处都是蛇 四处都是魔鬼 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有道理的 这句话翻译有没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 第二句 没有时间读经祷告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最容易受我骗 上我的当 第三点 讨厌牧师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听不进去主日的信息 这个有没有道理 我们有时候讨厌牧师 我们就不听他讲到了 其实他讲的关于神的话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你可以讨厌这个人 你不能讨厌他所讲的神的话 所以这个有道理 然后第四点 他说爱找教会毛病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就是教会的问题 说闲话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制造我喜欢的 增进和分裂 这是登山宝训 然后容易被冒犯生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一生气就离开教会 不奉献金钱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我最好的帮手 帮手 在教会中闹事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我的儿子 表示爱主 却讨厌弟兄姊妹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永远与我同在 这是撒旦的登山宝训 以后这个抄路给你们 给我们自己是个提醒 虽然是个幽默 但是确实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撒旦喜悦什么 神喜悦什么 这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顺服 从神的儿子开始 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顺服的顶峰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顺服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如何来顺服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不变的 我们是改变的 我们今天这样想 明天就那样想 根据环境不同 我们所表现的不同 对不对 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远洋巨轮 在行驶的时候 他就发现前面有一个信号灯 有一个船要跟他相遇了 那他们要相撞了 那这远洋巨轮是巨大的轮船 那这个船长就开始告诉 发信号 发信号告诉他 我们是远洋巨轮 我们要过去 请他们要往东移十度 那么这个对方的船也发出信号说 请你往西移十度 然后这个远洋巨轮的船长就说 说我有35年的航海经验 我是35年航海经验的船长 请你把你的航道向西移十度 向东移十度 对方的讯号也不弱 说我是四等级的最低的海员 请你把航线往东一十度 哇你看 这个这个 哇他想你太骄傲了 你个小海员跟我船长较劲 我航海35年 我比你有经验多了 然后他又他又说了 他说你知道你又发信号说 我这是五万吨的远洋巨轮 请你把你的航道修复十度 向西移 对面做了个简单的回答 说我是灯塔 我不能改变 求你改变 这个故事很有意义的 我们有时用我们的眼光看问题 你知道吗 神是不变的 我们要用他来矫正我们人生的方向 而不是我们让神开路 那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 我们会读到说 神这个意思跟我们不一样 姐妹都说姐妹顺服 丈夫 为什么 那是两千年前 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都已经女子可以顶半边天了 对不对 有的姐妹说我们家什么半边天 我们全顶 半边天算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圣经 要因为我们今天中国所流行的 女子能顶半边天 我们来修正耶稣基督的航道 你动一动 你干脆让丈夫也能顺服妻子 两边一起顺服 是讲过彼此顺服 那是在基督的爱里边 可是家庭还是有秩序的 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 那我们在教会里 说我们教会顺服 教会的长职通工 那凭什么呢 那凭什么 那是第一个是你们选出来的 第二是上帝 在他们做了长职的时候 就把那个 就管理教会的权柄交给他们了 那需要顺服 这个确实需要顺服 如果一个教会 他不顺服长职会 你们选择长职会 如果不顺服教会的同工 这个 那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呢 就像一个家庭 这孩子不顺服家长 这孩子做了爹 那你这家不就乱了吗 上帝要有秩序给我们 所以上帝在一个人的生命 成熟成长 风车的过程中 最重要点是考验你的顺服 你看那上帝 在创世纪第六章 上帝护照了挪亚 挪亚顺服没有 那个人类在败坏的时候 上帝让挪亚造一个船 说洪水要来 要毁灭人类 你造一只船 让人类进入到船中 这个船有多大 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有二十层楼那么高 要做这么大 挪亚那个时候多大岁说 挪亚那个时候 一百岁 一百岁 听到这个命令 一百岁能坐船吗 那那个年头人生命长 挪亚就说 主啊我在这里 就去坐了 就去坐了 而且神让他坐在山上 如果是我 我不会坐的 我起码有点装修的经验吧 对不对 我说主啊 这个不行的 这个怎么能 我能活多久 我坐这么大船 这得坐一辈子 你知道吗 我们家就这么几个人 我也没有起重机 我也没有什么 我这个主 你说这个不合乎事实 你不懂 你在天上 你不懂地上的事实 你知道我们地上 这个实际情况 你不太了解 我们就会argue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挪亚做了四百年 做了好几百年 结果做成了这个方舟的时候 大水来了 挪亚的顺服 拯救了一家八口人 也拯救了人类 顺服 有的时候 神的命力 是超越你所了解的常识 超越你眼睛 所看到自然率 你可能不会同意 你觉得不一样 第二个顺服的例子 我觉得最能值得谈的 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献以撒 这个亚伯拉罕 祷告祷告 求了一百岁 生了个孩子 以撒 上帝的应许 他的儿女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一样的多 上帝有这么美的应许 那以撒记得很清楚 而且上帝已经明确告诉他 以石玛丽 不是那个应许的孩子 所以他OK 来了 生了 一百岁生了以撒 那绝对是应许的 可是上帝说 你把这个应许的孩子 给我献作 献作凡计 什么叫凡计啊 凡计是从来不用人献的 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 没有用人献凡计的历史 都是那些异教 把人当凡计 凡计是用牲口 用牛羊 鸽子 斑鸠来献的 可上帝就告诉 亚伯拉罕就顺服了 那要我 我绝对不会 宁可主啊 那我去吧 我都老了 对不对 要我儿子活着吧 我们宁可为儿子死 对不对 我们得给上帝 主啊 这是你应许给我的 你看我一百岁 那我们还能再生一个吗 不能 主啊 你是否搞错了 是我听错了 我们说主一定听错了 亚伯拉罕就得跟 那个他太太商量 对不对 太太说你老了 你耳都听错了 上帝绝对没那么说 上帝能说吧 以色列县上 没有的 亚伯拉罕 你看圣经 你打开圣经 亚伯拉罕立刻 立刻 他没有怀疑 在圣经的 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 你看 说这事以后 神试验亚伯拉罕 对他说 亚伯拉罕 他回答我在这里 这个你读圣经 这个一个好像文学 圣经的文学 很标准的一个 就是主义说话 那些顺服的仆人 一定有一句话 跟着我在这里 你看他不顺服的 没这句话 你听见没有 你看他这很有 你读圣经 他有规律性的 我在这里 那么然后 神就让他 做什么呢 神就让他 把他读上一次 到亚伯拉罕山上去 把他献给我 作为凡祭 亚伯拉罕 什么都没说 圣经记载 他什么都没 也没有阿哥 也没有疑问 他清晨起来 背好了驴 带着两个童谷 和自己的儿子 以撒 还把柴批好了 然后就走了 以撒傻乎乎的 跟着走 还不知道干嘛去 你看到吗 把他献上了 还问 爸 那你要献祭 那个 那个 那个生口在哪呢 那你要献祭 那生口在哪 还问他爸 小孩 对 然后他爸怎么说 神自有欲备的 你不要着急 我看这个雕塑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 我刚到普林斯顿 那时候刚来美国 我看到在我们图书馆 大学的图书馆 前面有一个雕塑 是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雕塑 那时候不懂 我没看明白 因为那时候 好像这段经文 我还没有读 我就看到一个老人 一个小孩捆着 手是这样捆着 跪在那里 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的头是这样扬的 那个父亲拿着刀是举着的 那个刀是这样的 这样的举着的 就在那个时候 就那个铜像 那个雕塑 我在那站了好久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我想如果这个人 愤怒的人 如果要杀一个人 那人一定要反抗的 你知道吗 他即使不反抗 他如果是那些 希特勒他杀人的 虽然不反抗的人 会眼睛有愤怒的眼神的 可是这个孩子很顺服 眼神里边没有愤怒 完全对父亲的一种依赖 信任 那父亲在杀的时候 眼睛那个目光 和整个的表现 没有仇恨 我觉得这个很乖的一个故事 这个什么一个雕塑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有一天问一个老师 老师告诉我说 你读圣经去吧 在创世纪22章 亚伯拉罕献以撒 表示他们对上帝的 完全的主权的顺服 我想有人聪明 会对亚伯拉罕想 有人说亚伯拉罕一定是 他知道 他跟神太好了 他是神的朋友 他知道神不会真的让他陷的 对不对 到那一定神会有预备的 我想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 他太了解神了 也许 可是在整个圣经中 没有表现 亚伯拉罕那么投机取巧 懂得神是那样 反正 那如果神那时候说 杀 你怎么办 神让他我不杀了 刚才咱们这个前奏都是演戏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从那一段 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 为什么说亚伯拉罕 叫信心之父呢 圣经告诉亚伯拉罕 是信心之父 就表现在 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主 最难舍的 神要是 有时候要我们最难舍的 今天神没有要我们的儿子 今天神要我们的时间 要你主日崇拜 不要辞到 做得到吗 比现儿子 难还是不难 轻松多了 主要求你 每一周要祷告去 不仅为自己祷告 为教会守望 你发现教会需要成长 需要祷告 需要圣灵的能力 要去祷告去 主要求你去认错 像你伤害的弟兄姊妹 认错 主要求你 顺服你的丈夫 虽然你的丈夫不那么完美 这个比现儿子 我觉得都轻 可主就要求我们这么多 其实我们还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效法 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 整个圣经中 伟人的榜样 那这些伟人的榜样 真的就是榜样 我觉得第三个 最顺服的 让我感动的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作为一个处女 天使对他说 你要生子 神儿子要通过你 来到这个世界上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 以主为喜乐 他没有说 我怎么可以 那我嫁给谁 那余瑟不要 我怎么办 没有这样子 我想任何一个女人 今天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提出疑问 可是玛利亚没有 玛利亚当时 当时也问了 说这怎么可能的事呢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一开始 我觉得当我们读 这个圣经上的 这个榜样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非常的感谢主 有这么多好的 顺服的例子 能够让我们学习 这个叫完全的顺服 这个顺服 可是完全的顺服 你想这几个人 难道没有我们聪明吗 这人不傻的 你看挪亚是多聪明的人 他可以把船做得那么完美 那就说明他的技术 他的工艺 他的体力各方面 都比我们强 对不对 你看亚伯拉罕多聪明 亚伯拉罕多大的产业 他从加勒底的乌尔 他走出来到迦南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他走出来 最后变成最大的富户 就像你今天从中国 走到美国来了 你来了 拿了签证找了工作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你还是比不上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那时候 哪有什么美国这么好的环境啊 可是亚伯拉罕却 那牛羊多得不得了 那么有钱 成功的 有智慧的 顺服 他也顺服 玛利亚也是如此 所以在整个的圣经中 顺服是基督徒 一生中要学的功课 这个不仅是在教会中 服侍中 学习顺服 在家庭生活中 在你的在世界上工作中 跟你的公司老板相处的过程中 这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 而且这个顺服会给你带来智慧 带来祝福的 这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 这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 这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